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是独生女 孕婉妻 被要求去一千公里之外的婆家过年 我没同意 婆婆专门叫了人上门接我放话 说过年不回去就让老公跟我离婚 我爸妈气笑了 那就去付 刘子和秦安结婚已经三年了 过年前我们爆发了婚后最大的一次争吵 结婚以后 为了尊重秦安家里的风俗 我们年年都去他一千公里以外的老家过年 今年我们迎来了爱的结晶 预产期在正月底 建卡的时候 我就跟秦安商量好 运晚期不方便颠簸 今年就留本地过年 他也同意了 谁知道学校刚放寒假 他就跟我说 招招 明天开始可以提前买高铁票了 你放假在家里 记得开闹钟抢票 抢什么票 我刚在班级群里发完寒假提醒 回复了一堆家长提问 听见秦安的话 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我的傻老婆当然是回家过年的票呀 秦安坐到我身边 略带宠溺地捏了捏我的鼻子 看来人家说一孕傻三年是真的呀 你说真的 秦安平时也喜欢逗我 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 但是看他的样子 好像真的想让我回他老家过年 可我们明明早就说好了的 我放下手机认真地看着他 想看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 嗨嗨 怎么了老婆 她的语气中明显带了些心虚 却还在装傻 你的意思是 要让我带着这块九个月的肚子 去挤春运 好老婆 这部春节礼正好咱爸 要过六十大寿 儿子儿媳不在场的话 他老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呀 秦安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背 而且咱们回去是高铁路上 吻得很 不会太累的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心平气和地问他 那下了高铁以后 要想去他父母家 高铁下来以后 先要坐大巴去县里 然后到镇上 还要四十多公里路 最后才是去村里 那一路地折腾 即使我有健身的习惯 也吃不消 回想起第一次去的时候 光大巴就坐了一个小时 去镇上是坐的公交 晃晃悠悠一个半小时下了公交站 离秦安父母家载的村子 还有两三公里 车子进不了村 我们俩是一路拎着大包小包走去的 我还穿着带中跟的靴子 腿差点走废了 后面再去 我们都是下高铁以后 直接打车到镇上 然后再让他亲戚开电动小三轮街 我们进村过年的当口光打车 和给亲戚的车费 就顶得上高铁跳了 婆婆一直对这点颇有微词 私下里跟亲戚吐槽 我娇气乱花钱 明里暗里还让秦安好好管管我 因为他没在我面前说 也为了不让秦安难做 我就没法做过 这一点秦安不是不知道 想到这里 我一把拍开他的手 语气中带上了明显的情绪 秦安 见卡的时候 你怎么答应我的 前两年不都是回去过的吗 怎么今年怀孕了就不能去了 难怪我妈说你娇气 秦安都浓了一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结婚前说好家务 共同承担 但她在金融公司加班多 我心疼她 只要我在家 就把大部分的家务包圆了 她不止一次在朋友面前夸我 说我没有把独生女的娇气带进家 是她的福气 现在就因为孕晚期不跟她回老家 就说我娇气 果然心疼男人 就会变得不幸 秦安 你什么意思 前两年特种兵似的 跟着你回家过年 我抱怨过一句吗 你们在背后说我也就算了 你每天吃着我准备的饭菜 穿着我运好的衣服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娇气 我告诉你 今年过年 除非你把我绑了 否则我绝不回去 发泄完我 也不去管秦安黑透的脸色 直接进了卧室 没过多久 只听到家门砰的一声 秦安去上班了 留我一个人在家生气 情绪调节是老师的必修课 我叫上闺蜜吕嘉青 两个人狠狠在商场里火拼了一把 心里火气也去了不少 说吧 林老师 你家秦安是不是惹到你了 你刚才杀架那气势 嘖嘖嘖 我把早上的事情跟吕嘉青说了 他差点一口咖啡喷出来 不是吧 你家老秦怎么回事 你这肚子 我跟你逛商场都心惊胆战的 他还想让你回老家过年 见我不说话 他又安慰道 好了 消消气 你现在特殊时期身体最重要 秦安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样吧 我陪你回家 等秦安下班了 我也跟他好好说通了 他可能就好了 谁知道吕嘉青在我们家等到了八点多 秦安还没回来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又默不开脸找他 就偷偷打电话 问了他助理兼老乡刘萍萍 得知今天 他们组都在加班 好了 你就放宽心 秦安的同事也说了是全组加班 你家老秦不至于为了跟你生气 就用加班当幌子 时间也不早了 我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送走吕嘉青以后 我心里总觉得不大舒坦 翻来覆去到了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多 洗漱完去客厅才发现早饭已经摆好了 早老婆秦安牵着我的手来到餐桌旁 今天周末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泡泡小馄饨 还热着呢 快尝尝 好 老婆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不该不考虑你的身体 你就原谅我吧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小馄饨 看他态度良好 顺着台阶下了 哼 这次就放过你了 秦安松了一口气 让我先吃早饭 他拿了衣服去洗漱了 我吃着馄饨 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 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我甩了甩头 将那点异样归为孕激素造成的敏感 当时并不知道 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 这天 我在家里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突然跳出了一条行程助手的弹窗提醒 我还以为是什么广告推送 点进去一看 是三天后去秦安老家的高铁票 为了进一步证明心里的猜测 我打开12306应用 为出行订单里果然有我名字的车票 好你个秦安 学会阳凤英伟 先斩后奏了呀 我一个电话拨过去 喂 老婆 怎么了 我直奔主题 火车票是怎么回事 秦安那里安静了一会儿 向我解释道 老婆 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 所以我上次还说得不够清楚吗 今年不回去过年了 明年宝宝出生后 我们一家三口再回去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的话放心上 要不是我手机里设置了行程提醒 你是不是打算出发的那天 直接驾着我去火车站 照我爸妈房间都给我们打扫好了 亲戚那里也都说过了 现在跟他们说不回去 那算什么事吗 你就体谅一下 我不行吗 呵 我冷笑一声 我是现在才说不回去的吗 你自己没搞定 你爸妈关我什么事 还有 我还不够体谅你吗 就因为今年不回去 过年刚放假 我就给你们赚了八千块 还买了一大堆年货寄回去 你们电话里说 好好好 转头就给你出这种主意 觉得我好拿捏是吗 你怎么知道 这主意是我妈 我翻了一个白眼 不是我那个好婆婆 还有谁会出这种馊主意 秦安 我今年把话放这儿了 你要回去当孝顺儿子 我绝不拦你 让我一起回去 不可能 秦安还想说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催他开会的声音 老婆 我先去开会 有什么事我们回来再商量 说吧 手机里传来嘟嘟嘟的盲音 我挂了手机 越想越生气 转头收拾了一些生活用品 打车去了我父母家 因为怕爸妈担心 我去的时候 只说提前去过年 告诉他们 秦安公司里 还有些收尾的工作 要放假后再过去 没说我们俩吵架的事情 我爸妈一个开公司的 一个体制内退休的 都是人精 肯定看出了点什么 但是也默契地 在我面前没提 在爸妈家过了两天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心里舒坦了不少 这两天秦安不停地 给我打电话 我一个也没接 一点也不想听他解释 晚饭的时候 爸爸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小秦那里 我们沟通过了 他明天放假了 来给你道歉 顺便带点你的东西过来 小夫妻俩 哪有隔夜愁的 你也收起点小脾气 好好过日子最重要 知道了 爸爸 我心不在焉地扒着饭 闷闷地回答了一句 第二天 因为秦安要过来 爸妈早早地出门 去买他喜欢吃的菜 九点不到 秦安发消息 说他到了 我急着拖鞋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 却不止秦安 还有刘萍萍 和几个他们的老乡老婆 我们来接你回去 过年了 秦安脸上虽然笑着 我身上却一阵一阵地发冷 不由地想起吵架的时候 我说的那句 除了把我绑去火车站 秦安他居然真的敢不用说 背后一定少不了婆婆的窜多 我下意识地想关门 他的那几个老乡 却把门抵住了 刘萍萍笑嘻嘻地过来玩我的手 嫂子还有一个小时就发车了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你的行李 安哥都给你收拾好了 你就放一万个心吧 他不由分说 把我往外推 你放手 我不由自主地尖叫出声 刘萍往外推的动作停了 却没有放开我的手 我冷冷地看着秦安 他有些心虚地避开了我的眼神 却没有制止刘萍 我斧着隆起的肚子 心里漫起无尽的失望 我知道今天他们不把我带走 不会罢休的 如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爸妈这个小区是独栋的别墅 私密性非常好 周围邻居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一个孕妇秦安他们有四个人 肯定没法子反抗 好 我跟你走 至少让我换个鞋子 我去给你拿 秦安见我松了口 殷勤地帮我拿了鞋子 蹲着给我穿上 又给我披上外套 围上围巾以后 和刘萍萍一左一右扶着我出了门 车上 刘萍萍在那里羡慕得喋喋不休 嫂子 我们安哥对你是真的好 有几个老爷们会给媳妇蹲着穿鞋的 你可真是好福气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刘萍萍文言愣了一下 脸色微红 语气里还带了一声丝娇羞 嫂子 您可别开我玩笑了 安哥那么优秀 我哪能吵 我别过脸去打断了刘萍萍的话 之前因为她是秦安的助理 又是老乡 我对她印象还挺好 现在有了今天这一出 我连带着看她也不顺眼了 望着窗外飞快后退的景色 我只希望车速能慢一点 再慢一点 现实和希望好像总是背道而驰 车子一路顺利到了高铁站 离发车时间还有半小时 秦安下车去拿行李 刘婷婷陪在我身边 我向后看去 除了一批又一批陌生的回乡旅客 完全没有熟悉的面庞 哎哟 怎么了安哥 秦安搬行李时 不小心砸了一下脚 刘萍萍赶紧跑过去 查看秦安其他的老乡 也被他那里的动静吸引了注意 趁着这个机会 我把心一横 把腿向着他们相反的方向 快步走去 临朝 秦安发现我跑了 立马甩开行李 从后面追了上来 我扒开人群 脚下步子不停 不管三七二十一 大声喊着大哥大姐们 快帮帮我 后面有人在追我 他们不是好人 想强行带我上火车 旅客们虽然行色匆匆 但是看到 秦安一个男人追着我 这个孕妇 还是本能地帮我阻拦了她 滚开 别拦我 那是我老婆 秦阿骂道 但是周围的旅客 依旧挡在她身前 为我争取时间 我心里感激 继续往前快走 却看到秦安的一个老乡 从旁边穿过了人潮 跑到了我的前面 不由地涌起一阵绝望 我扑进一个宽阔的胸膛 抬头看到了熟悉的脸 是我堂哥临着成哥 我在堂哥怀里嚎啕大哭 竟然有了一种 劫后余声的感觉 而秦安他们 还想在上前来的时候 四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从堂哥身后走了出来 刘萍萍扯了扯秦安的袖子 他才三步一回头地往车站走去 老婆 等我回来 我们再好好谈谈哪 滚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堂哥黑着脸大吼了一声 为我隔绝了秦安的声音 在堂哥他们的陪同下 我安全回到了爸妈家 妈妈看到我发白的脸色 心疼地抹了抹眼泪 愤愤不平地说 这个秦安 我们真是看错了 他居然不顾你带着肚子 直接上门抢人 就为了回老家过个年 至于骂他 幸好我在去火车站的车上 趁着秦安他们不注意 悄悄给爸妈发了信息 他们立马联系了 开保安公司的堂哥林卓 才在火车站把我们拦了下来 小程 这次多亏了你叔 客气啥 招跟我亲妹子差不多 他被欺负了 做哥哥的怎么能不管 说起来这个秦安真不是个东西 等他回来 看我不好好修理他 堂哥跟我爸说着收拾秦安的事 我却感觉肚子一阵发紧 还不住地往下坠 妈 我肚子疼 一家人慌慌张张地去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 立马把我扣了下来 产妇有早产的迹象 家属快去办住院手续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还好去得及时 当晚我剖下了一个女孩 因为早产体重不达标 暂时被送进了新生儿科 幸好宝宝发育得比较健康 只在新生儿科待了三天 就送到了我的病房里 望着娇娇软软软的女儿 我心里一阵暖意 想着白天秦安的所作所为 用一阵后怕 幸好我的背后还有家人的保护 这个年 我是在医院 过得大年夜 婆婆特意打电话来数了我 说我不懂事 她好心请几个老乡 接我回老家过年 我非但不领情 还在火车站 让秦安下不了台 婆婆在电话里威胁我说 如果年初一见不到我 就让秦安回来 以后跟我离婚 好不好 离世狗 我果断地挂掉了她的电话 顺带拉黑了婆婆所有的联系方式 在我住院的一周时间里 秦安除了发了条道歉的微信过来 就是在我拉黑她们以后 打电话来表达不满 没有一句对我身体的关心 我反手送她去黑名单里 陪她那好妈妈 世界清静了 出院以后 爸妈大手一挥 直接送我住进了月子中心 那件事发生以后 他们也算是看清楚了秦安的为人 所以在我向爸妈表达了打算跟秦安离婚的意思后 他们举双手赞成 甚至他们让我不要把生了宝宝的事情告诉秦安 说最近上网学了个词 叫去赴刘子这么乖 这么漂亮的男男 可不能被他们抢去 我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时髦 我认真考虑了 爸妈去赴刘子的建议 想到秦安对我做的一切 觉得非常可行 大年初时 秦安从老家回来了 等待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婚房 和一份离婚协议 我的个人物品 以及婚后 我为那个家添置的家居用品 早就让爸妈都搬走了 秦安知道 这次彻底惹到我了 急急忙忙带着礼物去了我爸妈那儿 然而她不光没有找到我 还被连人带礼物轰了出去 她换了一个手机号 给我打电话 老婆 是我没做好 让你伤心了 但是你也犯不着 为了这一点小事 就要跟我离婚了 她的语气当中 含着明显的抱怨 是到如今 你还觉得这只是小事 更说明 我离婚的决定没错 况且 离这个婚 不也正合你们的意吗 我不信 大年夜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在旁边 招招你不要赌气 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不要把我妈牵扯进来 这次我爸过手 你不在 我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她才没有生气 你就不要闹了 我们好好过不行吗 哼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不知是装傻 还是真傻 秦安像是没听出 我语气中的嘲讽 接着开口道 老婆 你预产期马上到了 你住在外头 我不放心 乖 告诉我 你在哪里 我接你回来 我们一起迎接宝宝的出生好吗 晚了 我吃笑一声 朝你别吓我 晚了是什么意思 秦安的语气明显紧张了起来 晚了就是你回老家的那天 宝宝已经不在我的肚子里了 看着身边熟睡的女儿 我实在说不出已经把孩子迎产了这样的话 只能用模棱两可的话语把秦安朝着那个方向引导 老婆 你开玩笑的 是不是故意想让我紧张 是不是 秦安签好离婚协议在联系我 我不想再听他废话 挂断了电话 后面他在给我打电话 我都直接掐断 没办法之下 他用短信发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给我 除了追忆我们从校服到婚纱的感情中心思想 就是他绝对不会离婚的 让我好好冷静一下 看秦安短信里坚决的态度 我还以为这个婚会离得比较艰难 没想到刚要打盹 就有人递了枕头过来 第二天 我的手机上收到了刘萍萍发来的微信消息 赫然是他和秦安躺在同一张床上的照片 右下角还贴心地打了时间水印 我算了算 那个时间就是年前我们第一次吵架 秦安加班的那天晚上 我终于明白第二天早上 我心里那一样赶得由来 由于秦安经常加班的缘故 我特意帮他在公司准备了好几套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 而因为我有点小洁癖 每次秦安加班后回家前都会在公司洗漱完毕 换好衣服再回来 但是那天早上 他穿得明明还是前一天的衣服 难怪刘萍萍会替他说谎 也难怪火车站事件的那天 他们之间那么亲密 原来他们俩早就有一腿 此时此刻 我的心里居然平静得很 没有一丝波澜 我清楚地知道 我已经不爱秦安了 过去那七年 感情就当我喂了狗 我拨了个电话给闺蜜 喂 家家 想让你帮我查一些事情 吕嘉青作为一个低调的富二代 渠道丰富 路子很广 有些事情交给他准没错 果然 吕嘉青很快就把秦安和刘萍萍的事情查了个底朝天 他义愤填膺地把查到的资料甩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秦安这个狗东西是真的渣 居然在你怀孕没多久 就跟别人搞在了一起 像当初大学里他追你的时候 雷打不动 在我们宿舍楼下给你送早餐 还以为他是个好的姑奶奶 我的火眼金睛算是用在他身上了 好了 好了 我这个当事人都不气 你气什么 我有些好笑地安抚好他 拿起照片一张张看了一起 原来不仅我孕妻 连这次回老家过年 他们俩出双入队 在秦安他爸的寿宴上 刘萍萍更是站在了儿媳妇的位置上 这对老夫妻 我这个合法的儿媳妇 不回去过年 他们觉得没面子 他儿子婚内出轨 明目张胆和小三在人前晃悠 倒是不觉得丢脸了 真是玩得一手好 双标 同时 吕嘉青还查到 秦安不愿意跟我离婚 也不全是因为 他多舍不得我 只是他最近正在竞争部门经理的位置 突然离婚的话对他形象不好 可能对这次的升职会有影响 把资料仔仔细细翻完 我心里有数了 既然已掌握了秦安的把柄 看来离婚协议要重新你了 除了月子 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离婚的事情也该提上日程了 于是我主动约了秦安见面 他收到我的邀约 可能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 早早地等在了咖啡馆 得知我要跟秦安见面 堂哥主动请英送我 我化了个美美的妆 比约好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才到 吵你的肚子宝宝呢 你说呢 听吕嘉青说 秦安并不相信我会把孩子打掉 我预产期那几天 他一直在我产检的医院蹲守 却始终没有等到我去生产 现在看到我平坦的小腹 结合我的回答 一联想秦安本来笑容满面的脸色 瞬间难看起来 秦安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真的把我们的孩子拿掉了 秦安 从你强硬地把我带到火车站那天起 你就该猜到这个结果的 我相信孩子也不愿意有你这样的爸爸 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 秦安当时怒不可遏 林朝 你怎么这么狠心 那也是你的孩子 所以孩子没了 你来奶了 大鼻涕到嘴 你知道甩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晚了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还我大孙子一声哭喊 秦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扑了过来 张牙舞爪地想要打我 还好被堂哥拦住了 秦安还不谈 就直接走司法程序 我在一旁抱胸看着秦安 多年相处 他明白 我今天是铁定要跟他离婚的 他眼中闪过一丝痛涩 安抚好他们以后 重新坐了下来 新的离婚协议你看看 发现了秦安出轨以后 我让律师重新拟定了协议内容 房子是他婚前买的 我不要 其他的财产由原来的一人一半盖 改成了我其他三 看完以后 秦安他们刷刷刷把协议书撕了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主动提的离婚 也好意思拿这么多钱 儿子听妈的 一毛钱都不要 给他撕了 没关系 我这里还有升级版 我又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新的协议 这一份关于婚内财产是二八分的 不签 秦安他们把协议书又扔了回来 我早就跟小安说了 你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一看就不是个省心的女人 我告诉你 你害死我的大孙子 我不但不会给你钱 我还要去起诉你 要你赔偿 对 赔偿 你不是老师吗 我去你学校找你领导 让他们看看这么心狠手辣 连亲孩子都不放过的女人 怎么去教学生 我看着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秦安 不由地开口讥讽 银安 你还没断奶吗 我们俩离婚 只听得到你们的声音 签还是不签 爽快一点 招你有点过分了 过了许久 秦安才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冷笑一声 直接换上了最终版的协议 里面清除写明了 除了房子什么都不给他 跟协议一同拿出去的 还有一叠他和刘萍萍的合照 秦安的脸色墨地变了 你找人查我 怎么就许你出轨 还不让我调查了 招招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你的心机 什么时候这么深沉了 秦安一脸受伤的表情 好像出轨的是我一样 行了 别磨叽了 堂哥一挥手 把协议书拍在秦安面前 你小子信不信 今天你不签字 明天那些照片 就出现在你们公司楼下不告蓝 我听说 你还在竞争什么部门经理的位置 你说你们公司领导看到了这些照片 还会不会考虑你 招招 你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你爱签不签 堂哥上前 想把协议书拿回来 秦安他们最在意的 就是他儿子的好工作 一听会对他的升职有影响 一把按住了协议书 签 我们签协议书签完以后 堂哥又盯着秦安 让他跟我去民政局办了手续 只等一个月冷静期以后去拿证了 一个月以后 我最终如愿以偿拿到了离婚证 财产也按照协议书的内容 进行了分割 期间秦安他们和刘平平都没有消停过 一个换了好几个号码发信息来骂我 一个不停地发他和秦安的亲密照 来向我炫耀 对此我都一笑了之 不在意的人再挑衅也没用 反观秦安 升职却没那么顺利了 那个刘婷婷也是个没脑子的 在我们办好离婚证的当天 为了宣示主权 居然高调地往朋友圈发了一张 怀孕十二周的币钞单 还爱特了秦安 他们俩本来就是一个公司的 还是上下级的关系 虽然秦安已经离婚了 但是刘平平的朋友圈一发 只要有脑子的都能猜到 他们肯定在秦安婚内就滚到了一张床上 秦安看了那个朋友圈 肺都气炸了 一个电话过去 骂得刘平平狗血淋头 等刘平平想删的时候 那条朋友圈早就被人截图 发到了秦安的竞争对手那里 对方自然不会客气 直接转发给他们的上级领导了 秦安就这样 跟部门经理的职位无缘了 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 巧了 不是秦安的竞争对手 方思华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 这会儿方思华正在跟我一起喝下午茶 方思华因为是女性 尽管业绩好 能力又突出 但是受大环境影响 在他们公司也或多或少 因为不是男人 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错过了一些机会 要不是这次秦安闹出了丑闻 他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胜算 虽然不厚道 但是还是要感谢你那出轨的老公啊 纠正一下 是前夫好吗 好 前夫 话说回来 林昭 咱们上高中那会儿 你可是连男生都不敢得罪的存在 这次就轻易放过秦安了 你觉得呢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回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方思华瞄懂 一个劲地说我腹黑 方思华说得没错 我一直是个牙字必报的性格 当老师以后就收敛了不少 曾经不过是因为爱秦安才 让他产生了 我很好说话的错觉 如今他对我来说 连陌生人都不如 我当然不会再忍了 婚已经离了 对于秦安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 我把查到的证据 还有秦安和刘萍萍的聊天记录 都给了一个本地的抖音大力 另外之前委托爸爸给秦安的资源 也早就收了回来 当初秦安一个出出茅庐的大学生 没有我爸在后面帮忙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坐到项目组长的位置 秦安对外一直说自己纯粹靠自己 但是就算他一开始不知道有我爸的帮忙 后面也不可能察觉不了 只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欺欺人罢了 没过多久 秦安他们就红遍本地抖音 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射死 也因为没了我爸的帮忙 秦安丢了好几个大单子 业绩一落千丈 很快收到了公司的优化通知 听说某一天秦安喝醉了 跟刘萍萍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刘萍萍抓花了秦安的脸 他在酒精刺激下 不小心将刘萍萍推下了楼 因为刘萍萍年轻 楼梯也不高 他自己倒没什么事 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保住 秦安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刘萍萍怀孕了 才同意她跟秦安在一起的 实际上对她的学历 长相 家庭 都非常不满意 现在孩子没了 立马鼓动秦安跟她分手 而刘萍萍虽然蠢 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她本着同归于尽的想法 向公司举报了秦安不时报销 泄露公司机密等多项事情 两人被公司一起调查了 刘萍萍是秦安的助理 所以举报的内容基本属实 公司果断辞退了他们 并且向他们提起了诉讼 秦安怕背上官司影响以后找工作 求爷爷告奶奶 还求助了以前对她是过好的一个领导 才让公司撤了诉 改为调解赔偿 因为赔偿的数额比较大 她不得不卖了房子 赔完款也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 她被业内给封杀了 可以说秦安毕业以后 打拼来的一切都复之东流了 至于那个帮秦安求情的领导 方思华悄悄悄告诉我 一把年纪了 地中海性取向难 还有些特殊的癖好 以前就因为秦安那张脸 对他有所企图 还在一场酒局里放话 说总有一天要得到他 听说那个老头玩得还挺花 没想到林昭昭你这个前夫 口味还挺重 方思华开笑一样的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不由得一阵恶寒 想想那个画面就很辣眼睛 一时之间我又有点唏嘘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虽然是秦安追的我 但是我也在第一眼 就喜欢上了那个阳光干净的男孩 只是没想到 迟疑示意他成了这副模样 当然他有如今的结果 都是咎由自取 我一点也不同情 也不后悔跟他离婚 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的行为买单 又到一年春节 我和父母带着三岁的女儿去旅行 过年 在高铁站后车的时候 父母带着女儿去洗手间 我正刷着手机 听到了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 朝我寻着声音望过去 见到了秦安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像是很久没修了 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羽绒服 他本来跟我童年 看上去却像比我老了好几岁 完全没有了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略点了点头 低头继续看手机 没怎么搭理他 他却开始叙叙叨叨诉说了起来 昭昭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年轻漂亮 跟你离婚的第一天 我就后悔了 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这些年我也找过你 可是你换了手机号 爸妈叔叔阿姨也搬走了 我做错了那么多事情 好像还欠你一句道歉朝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现在我一无所有了 马上我就要回老家 以后 可能再也不会来这个城市了 昭昭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抬起头来 在秦安西记的眼神中 清晰地吐出两个字 不能 秦安还想再说什么 广播里传来近战剪跳的提醒 列车的目的地是他老家 昭昭 我要走了 对不起 还有再见 再也不见 我没有回应他 看着他提着简单的行李 匆匆向着剪跳扣走去 正好和去洗手间回来的女儿擦肩而过 妈妈 女儿扑进我的怀里 向我展示刚买的玩具 爸妈 你们又给他买东西 这里的高价商品 都被你们这些宠孙狂魔给买走了 爸爸朝着女儿眨眨眼 转头问我 我好像看见了 嗯 是他妈妈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刚刚好像看见有个叔叔跟你讲话 那是谁呀 我拧拧女儿天真的小脸 没什么 一个陌生人而已 小操心鬼 秦安之余我就是一个陌生人 从此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 永不相交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怀孕七个月 婆婆为了保证必须是男胎 偷偷往我饭里下药 结果我大出血 抢救了三天 女儿早产 她骂我生了一个赔钱货 催我赶紧生二胎 老公劝我 我妈 只是着急想抱孙子 你忍着点 早点生个儿子就好了 我气笑了 这还能忍 我可是天生反骨的闲眼包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亲生婆婆突然找上门来 老公竟然是婆婆偷来的儿子 结婚前 我和婆婆相处时间不长 真正住一起是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她主动承担家务 洗衣做饭都不用我动手 我还挺感动的 可没想到 这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刚喝了小碗婆婆炖的鸡汤 肚子就一阵撕裂 钻心地痛 我急忙想拨打120 婆婆却突然一把抢过我手机 笑着说 没事的 小月 你这是身体弱 多补补就好了 不要一点点小毛病 就老往医院跑 检查多了 对我的孙孙不好 这汤我熬了一上午来 喝完糖会儿就好了 婆婆的反常引起了我警觉 这时肚子又传来一阵脚痛 她端着鸡汤 还要往我嘴里送 我又怕 又气又痛 啪的一巴掌 把她手里一碗打翻了 吼道 快去帮我叫救护车 婆婆捡起地上的空碗 朝我撇了撇嘴 不说话 往厨房走去 不一会儿 她又端了一碗汤进来 不由分说 卡住我的嘴 就强行往里灌 小月 我都是为了你好 妈又不会害你和肚子的孩子 老神仙说了 只要在今天喝了这个 就一定能保证生男娃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我痛得浑身抽搐 拼命挣扎 她还在不顾我死活 往我嘴里猛灌汤药 她见我不肯喝 急红了眼 朝我脸就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赶紧给我喝下去 别悟了时辰 这次必须生个儿子 为我们徐家传宗接代 我痛得眼冒金星 一股鲜血从嘴角溢出 血液疼得一下直冲脑门 下意识就朝她猛扑过去 婆婆不防 直接被我压在身下 我火冒三丈 生不生儿子 我无所谓 这气我可真受不了 婆婆嚣张地将脖子一梗 怎么 你还敢打我不成 我冷笑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落在她脸上 连抽二十几下都难解心头之恨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婆婆杀猪般的嚎叫 我打累了 才强撑着拿起手机到客房降门反锁后 拨打了120 给老公徐强发了一个消息后 我早已精疲力竭 老公比救护人员先一步到家 我刚打开门 就看到婆婆顶着猪头脸告状儿 你媳妇嫌我照顾得不好 不仅把碗摔了 还动手把我打成这样 哎呦 我简直没脸活了 抹着眼泪瞄了一眼老公 转头就朝墙上撞去 我皱眉没有说话 老公急忙拉住她 妈 你先别冲动 放心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了 徐强恨恨地瞪着我 尹月 你疯了 敢动手打我妈 她来照顾你 还有错吗 我深吸一口气 强忍着痛解释 徐强 是你们再三逼我 在我的汤里下药 我才话没说完 腹部又传来追心的痛 下体涌出一股温热的液体 老公 快我不行了 我痛得拱起身子 再也支撑不住了 婆婆健壮立刻抢白 你别乱说 我怎么会下药害我的孙孙呢 你个贱人 敢打我 迟早会遭报应的 徐强怒吓道 尹月 你少给我装可怜 就算你今天死在这里 都要先滚过来给我妈道歉 快点 我死死地咬住嘴唇 气得手脚冰凉 几乎晕厥过去 我简直瞎了眼 嫁给这样一个妈宝男 万幸 这时 救护人员及时来了 谁叫的救护车 我勉强举起沾满血的手 痛得根本说不出话来 救护人员看到这场景也吓坏了 连忙对我进行急救后 才送去医院 我大出血抢救了三天 在鬼门关走了几遭 才捡回一条命 女儿早产刚出生 就送进了ICU 生死难料 经历这时之后 我对婆婆和徐强 有了戒备之心 可显然 我还是低估了他们无耻的程度 医生告诉我 我是吃了活血化淤的药材 导致大出血 婆婆给我灌下的喝了就能生儿子的汤 差点就要了我和女儿的命 越想越害怕 我刚转回普通病房 婆婆就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天就生了一个赔钱货 晦气的玩意儿 别人都能生儿子 为什么救你不能 我气得拿起桌上杯子朝他砸去 你给我滚 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找你拼命 老公带着我父母 刚好在门口看到这一幕 婆婆见老公来了 顺势往地上一坐 开始嚎哭 而你听到了吗 你媳妇她说要杀了我 然后又转向我父母诉苦 亲家 我可是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们女儿 把她一直当亲生闺女来疼的呀 徐强板着脸道 尹月 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父母冷冷地看着他们母子不说话 我气笑了 当着他们的面 把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婆婆黑着脸 见我父母脸色阴沉 不敢吱声 徐强忙打圆场 老婆 现在你也没事了 我妈只是着急想抱孙子 你忍着点 早点生个儿子就好 你别和她计较了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徐强 以为她的脑子被门夹了 我爸是个急性子 当场拍桌子 徐强 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 你们差点把我女儿害 就这么轻易地算了 她这是蓄意谋害 要坐牢的 婆婆听到坐牢立刻撒泼起来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坐牢 要怪就怪你女儿肚子不争气 生个赔钱货 让别人戳我们家几量骨 我爸听了这话气急 都什么年代了 还重男轻女 生女儿怎么了 你儿子还不是赔钱货生的 你看不起谁呢 婆婆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 被噎得半天 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看着婆婆吃别 我乐了 果然关键时候 还得有父母撑腰 徐强挤出一丝笑容 忙拉着我爸说好话 我妈就是年纪大了 老封建 你消消气 别和她一般见识 我妈也劝说 以后还要过日子 不能闹得太难看 我爸才勉强作罢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 有爸妈照看着 徐强向我道歉 承认错误 看在女儿的面上 我心软原谅了她 婆婆则一次也没来 我也乐得清静 出院后一进家门 婆婆就催我 赶紧生二胎 小月 趁年轻 你赶紧生个儿子 可不能让我们家断后了 我当场拉下脸 浓浓的恨意涌上心头 你做梦去吧 我可不会重男轻女生二胎 我只要童童这一个孩子 要生你自己生 又没有人拦着你 婆婆气得破口大骂 你个小贱人 我们家娶你 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没想到你这么自私 我今天非得教训你不可 说着扬手就要来扇我巴掌 我瞥了眼在卧室不吭声的老公 转身进了厨房 拿着菜刀就冲出来了 我反手把刀架在婆婆的脖子上 找死 我痛忍你很久了 要是你敢再骂半句 这一刀 我保证你活不成 不信你试试 婆婆大概见我真动刀了 满眼惊恐 刚刚还在卧室 假装什么都听不见的徐强 这会儿急忙跑出来 隐约快把刀放下 那可是我妈呀 难不成你真想杀了她 杀人是犯法的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徐强 赶紧把你们送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她了 不然我们就离婚 你和你们一起滚吧 说着我把刀又往前递了几分 吓得婆婆直接尿了裤子 徐强这时也慌了 老婆 你不要冲动 先把刀放下 放心 这是我会处理好的 我冷笑着把刀一扔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婆婆双腿一软 瘫坐在地上 直瞪着我 大气都不敢出 徐强忙上前安抚 果然都是欺软怕硬的东西 我下定决心 实在不行就离婚 我转身回到房间 看到女儿后 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半夜醒来 发现老公不在身边 我起床喝水 听到婆婆的房间传来谈话声 好奇心驱使我悄悄地靠了过去 徐强压低声音说 妈 你听我的 先回乡下住一段时间 现在车房都在隐月名下 我和她离婚 什么都得不到 婆婆却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难的 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婚了 以前那个女人 还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被我们处理了 没有人怀疑 到时候再把那个小赔钱货一卖 不就都是你的吗 我听到这里后背发凉 直接吓出一身冷汗 原以为最坏婆婆 就是重男轻女 徐强是个妈宝男 万万没想到 徐强竟然离过婚 甚至有可能还杀过人 我的天啊 我真的恨不得 立马带着女儿逃离这里 却听徐强继续说 妈 我听你的 不过这次你得先听我的 听完他们谈话 我心中的害怕和恐惧 已经完全被愤怒所取代 我打定主意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为了自己 为了女儿 我都没有任何退路了 第二天早上 徐强果然把婆婆送走了 我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寒意 我给苏晴打了一个电话 她是我最好的闺蜜 也是私家侦探 我让她帮我调查 徐强所有事情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 我和徐强的相遇 是一场意外 上班高峰期 她寡蹭到我的车 为了处理后续事宜 我们留了联系方式 后来我们越聊越多 成了恋人 她是农村人 只身北漂 一无所有 一开始 我父母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苏晴也提醒我 我们本就是没有交集的人 相遇又过于巧合 应该小心 可我当时就是恋爱脑 深信我们是纯爱 加上徐强愿意为了 我当上门女婿 我父母也就默许了 我们交往八个月后 就结婚了 婚前我去过她家一次 她家人都对我很热情 特别是婆婆对我无微不至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所以这次她主动提出来照顾我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现在想想 除了婚前去过徐强家一次 我对他们家的了解并不多 听到他们母子的算计 说不难过都是假的 可是已至此 我也不能任他们拿捏 趁着徐强上班 我给家里都安装了隐藏摄像头 并把女儿送回娘家 为了稳住徐强 我假意示好老公 我已经想通了 为了女儿以后有个伴 我愿意再生个二胎 我强人恶心靠在她怀里说 徐强听了很高兴 指天发誓地说 老婆 只要你愿意生二胎 是不是儿子 我都喜欢 当然是儿子就更好了 我微笑着看着她 心里却在计划着 接下来该如何打算 我冷静下来 很快就想清楚了 接下来几天 我不动声色地转移了 我名下的大部分财产 苏情的业务能力 也是杠杠的 很快就查到了徐强以前的事情 电话里她气愤地说 乐乐 徐强果然是个骗子 三年前 她的确结过婚 而且两人还有一个女儿 后来听说 她老婆带着女儿去外地打工 和人跑了之后 再也没出现过 现在看来 她老婆很可能遭遇不测了 你要小心啊 我冷静地说 那可以告她坐牢吗 现在还不可以 没有直接证据定不了罪 我会尽快找到证据 对了 乐乐 我还查到了一件 毁三观的事情 苏情正要往下说时 徐强突然回来了 我急忙挂掉了电话 发了一条消息给她 徐强回来了 下次再聊 苏情给我回消息 千叮万主让我要小心 一定要等她找到证据回来再动手 我也知道 现在时机不成熟 所以一直在等徐强 以为我已经妥协了 又变回以前一副好男人的模样 对我有求必应 想想真是可笑 真是应了那句话 迟来的深情比草荐 意外还是发生了 电话那头 我妈急哭了 月啊 你快来 统统被你婆婆抱走了 我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一路不停地给婆婆打电话 她都没有接 等我赶到时 我爸在外地考察项目 只有我妈无助地坐在家里哭 我先安慰她 然后问清了事情经过 我妈说 一大早 婆婆就上门提出要看孙女 我妈觉得 怎么也是亲奶奶 就同意了 没想到 转身泡个茶的功夫 婆婆就抱着 痛痛不见了 我妈在附近找了几圈 都不见人影 觉得事情不对劲 才忙给我打电话 我妈一边自责自己 没有照顾好女儿 一边又催促我 赶紧联系婆婆 看来 她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的 我正要给徐强拨过去 手机突然响起 是徐强打来的 说婆婆要见我 让我赶紧回去一趟 我告诉妈女儿没事 便急忙回家了 婆婆和徐强都在 我扫了一眼就发现 女儿没在家 我心中一紧 问婆婆 童童在哪里 婆婆喝着茶 不紧不慢地说 小月 我找老神仙算过了 说童童命中 带凶克地 只能送走了 下一胎才能生儿子 你就安心备胎吧 等我的孙孙出生了 我再把童童带回来 你我脑子嗡的一声响 看来上次的教训她 已经忘记了 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感动我女儿 没等她说完 我过去直接扯着她头发吼道 再问你一次 我女儿在哪里 婆婆痛得 呲牙咧嘴 还嘴硬 只要你给我生个孙孙 徐家有后 我绝不会亏待童童的 不然我扯着她的头 就朝桌脚撞去 瞬间鲜血横飞 不然怎样 婆婆吃痛大声尖叫 不然你休想再见到她 见人放手 我今天就实话告诉你 你女儿已经被我卖掉了 本来就是赔钱货 养着还要供她吃住 卖掉了 我又惊又怒 一把提起婆婆的衣领 卖给谁了 快说 我真的恨不得 立刻将她碎尸万段 大谢八块 婆婆脸上露出狠笑 嘿嘿 等你给我生个孙孙 我就告诉你 还敢谈条件 我下得手更重了 婆婆被我打得满头是血 牙都少了几颗 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似活不说 我气得浑身发抖 朝徐强吼道 徐强 那也是你的女儿 你哑巴了吗 徐强不敢来拦我 咬牙切齿道 隐约 我妈她只想抱个孙子 有什么错 彤彤命不好 是个扫把星 养在身边 迟早是个祸害 我被感觉忘记的心脏几乎炸开 冲过去直接甩了一巴掌 在徐强脸上 这一刻 我对她彻底失望了 简直就是两个人渣 畜生 我拿起手机正要报警 婆婆趁我不注意 从后面拿了一个花瓶 朝我头砸来 一阵晕眩 我失去了知觉 贱人 你竟然背着我把财产 都偷偷转移了 还让苏晴那个调查我 我刚睁开眼 头昏脑胀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痛 徐强双眼通红 恶狠狠地扇着我耳光 嘴里骂骂咧咧的 贱女人 我对你那么好 竟然敢背叛我 老子今天弄死你 婆婆在旁虎视眈眈 疯狂地踹我的肚子 发现这个下贱梯子 生不出儿子的废物 我看你还怎么得意 我被他们五花大绑 在沙发上 任他们虐待蹂躏 动弹不得 我瞄了一眼 安装的隐藏摄像头 还好没被发现 现在只能赌一把了 我吐掉口里的血沫 故意激怒他们 徐强 你和你们那天晚上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一直在骗我 你以前结过婚 还有一个女儿 你杀了你前妻 说她和别人跑了 你们还把你女儿卖了 你们真是桑尽天良 猪狗不如 够了 闭嘴 徐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 朝我吼道 我冷笑 怎么做了还不敢承认 婆婆满脸鄙视地说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谁叫她生不出儿子 还整天想着离婚 打活该 那是她命贱 怪的了谁 贱人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你也别想活过今天 然后 她对徐强说 都是她逼我们的 这个女人不能要了 留着她是个祸害 杀了她 我以后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徐强没有立刻动手 看着我脸色阴沉得可怕 哈哈哈哈 我不怒反笑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眼泪都流出来了 婆婆愣住 疯女人死到临头 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 杀了我 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而且我父母苏情迟早会知道 你们也会坐牢的 婆婆脸上闪过一丝贪婪 不说话了 徐强权衡立弊后 冷冷开口 你想怎样 我暗松一口气 赌成功一半了 我强坐镇定 接着说 只要你们把女儿还给我 和我离婚 我不管你以前的事 还可以给你们一笔钱 从此井水不放河水 徐强还没说话 婆婆两眼放光 先同意了 那好 离婚你净身出户 再赔偿五十万的损失费 我们就答应你 鱼儿上钩了 我毫不犹豫地的同意了 徐强对我威胁恐吓道 你可别玩什么花样 我想方法多的是 你最好老实点 我冲她一笑 放心 我惜命得很 接下来几天 为了防止我报警 婆婆每天监视着我 催我筹钱 当我把所有资金全拿出来 凑齐五十万给婆婆后 她的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徐强见我没有异常举动 以为她的威胁起了作用 还得意起来了 我冷眼看着他们 钱已经给你们了 婚我可以随时离 童童在哪里 婆婆眼珠子一转 这婚不着急离 你也知道童童被我卖了 我还要花钱去买回来 再说了 你之前和徐强说 同意生二胎 现在你们要离婚 我的孙孙也没有了 至少还要再给一百万才行 婆婆初儿反而 仿佛吃定了我一样 反而徐强一脸黑线 妈 要不就算了吧 婆婆当场就指着徐强大骂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 你想想 现在娶个媳妇多难 车房 彩礼 三金 都需要多少钱呢 只要有了这一百万 你到时候想找几个女人生个儿子 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 骂着骂着 她又哭了起来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快六十了 连个孙孙都抱不上 就算死都不能瞑目啊 徐强低头认错 没再说话 婆婆盯着我冷哼一声 再给一百万 别忘了小赔钱货还在我手里 虽然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 但我不能轻易答应 避免引起她们的怀疑 我洋装生气 撒泼打滚 发疯道 我哪有那么多钱 就算有 你们拿到钱 又翻脸不认怎么办 要不你们就杀了我婆婆 兴许是怕我真的不拿钱 语气软了几分 你放心 只要你再给一百万 我保证就把彤彤完好无损地还给你 我怎么信你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婆婆急了 这次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恨得咬牙切齿 最终又无可奈何地妥协道 除非你们愿意签一张协议给我证明 我把钱给你们 你们就把彤彤还给我 不然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了 婆婆见钱眼开 想着签一张协议 就能再拿到一百万 毫不犹豫地 就签下了他们以后的罪证书了 我心里痴笑一声 看来这一把我赌赢了 我拿到协议仔细看了 没问题 才收了起来 我现在就去筹钱 有了那五十万 婆婆对我放松了不少警惕 我趁机联系了苏晴 让她帮我去找彤彤 我以贷款和卖房 需要时间为由拖住他们 过了一周 苏晴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统统找到了 原来女儿刚出生 婆婆就打算将她卖掉 一直在四处联系人贩子 她贪心 收了两处钱后 还想从女儿身上榨取更多油水 就将女儿送回老家 交给公共贷 她自己怕遭人贩子报复 就躲到我们家来了 当时苏晴得到消息后 刚好还在徐强老家 于是用钱将女儿暗中又救了回来 现在女儿没事了 我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来了 苏晴说 她还掌握了徐强母子的犯罪证据 我们制定了一个理应外合的计划 现在真正的猎杀时刻开始了 徐强交了一个小网红女友 花钱如流水 五十万根本不够她挥霍 一直催我快筹钱 她要准备结婚了 反倒是婆婆一直心神不宁 坐立难安 我看时机成熟 联系苏晴 一切照计划行事 然后把银行卡的余额给他们看 女儿还给我 这一百万就都是你们的了 徐强高兴地想去拿卡 被我先一步拿走了 我要先看到彤彤 徐强不耐烦地看着婆婆 赶快把那赔钱货给她 我们马上就有钱了 你很快就能抱上大孙子 婆婆脸色有些难看 知之无无道 这点钱还不够 还需要二百万 不 是五百万 我疼得一下站起来 立声道 王凤 当初说好的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 当我是好欺负 徐强也不乐意了 妈 你就把人给她 不就行了吗 一百万够了 做人不要太贪心了 婆婆变了脸色 你知道什么 我情绪瞬间拉满 猛拍桌子 老不死的 不要逼我走绝路 统统在哪里 别忘了当初签的协议 见不到女儿 大不了我们 鱼死网破 徐强也着急说 妈 你快把人给她呀 在我的威胁 和徐强的催促下 婆婆再也绷不住了 情急之下 才说出实情 统统丢了 被人偷走了 徐强气愤地指责道 要你有什么用 你怎么连个人 都看不好 婆婆美好气地说 怎么全怪我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俩人当着我的面 互相指责 吵得不可开交 我不想再听他们废话 态度坚决地 拿着卡和协议 就往外走 咱们警察局见吧 徐强慌了 忙拉住我 乐乐 这事都怪我妈 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 彤彤的 你先不要报警 那一百万 你就先给五十万也行 我没想到 他脸皮这么厚 不管亲生女儿的死活 还想要钱 我扯了扯嘴角 不报警也可以 彤彤 我自己去找你 马上和我离婚 赔偿我一百万 这事就算了 婆婆听了立马跳起来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 要逼死我们呢 一个赔钱货 哪值那么多钱 徐强脸上也泛起了恨意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打算杀人灭口呗 我微微一笑 徐强 你真的以为我 就会这样坐以待毙 任你宰割吗 下一秒 门就被破开了 苏晴带着四个标形大汉 就冲进来了 把他们团团围住 徐强瞪了我一眼 瞬间就怂了 婆婆见我们人多 敢怒不敢言 我懒得再和他们纠缠 落下一句话 三天内准备好一百万 不然等着坐牢吧 就带着人离开了 为了不让爸妈担心 我暂住在苏晴家 再见我的女儿 心里一阵苦楚 对不起女儿 都是妈妈不好 害你受了这么多罪 你放心 妈妈发誓 害你的人都会付出代价的 苏晴走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 宝 你还有我们 从婆婆发难到女儿早产 再到徐强的背叛 我都挺过来了 没想到被闺蜜一句话破防了 我抱着她哭得稀里哗啦 那一夜 我睡得前所未有的踏实 而伤害我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为了不坐牢 婆婆 公公 老公 迫于我的不断施压 向亲戚借钱 凑齐了一百万给我 徐强要求我 当场撕毁了协议 删除录音 无所谓 都听她的 反正我有辈分 我们签了离婚协议 等冷静期一到 就能拿离婚证了 我好心提醒她 一个月之内 就要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 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他们 徐强丢了工作 新交的网红女友离她而去 婆婆抱金孙的梦也破了 婆婆便以死相逼 道德绑架她在找新女朋友生孙子 一开始 徐强还放在心上 可她家的情况 谁家的好女孩会嫁呀 没过几天 徐强也就破罐子破摔 开始怨恨婆婆了 婆婆一病不起 成天骂我 反正我也听不见 想骂就骂吧 短短一个月 他们就过得鸡飞狗跳了 拿到离婚证那天 我终于脱离了他们家 只觉得浑身轻松 可这还远远不够 我给徐强准备了一份 惊喜大礼包 苏晴在调查徐强的时候 意外发现一件 毁三观的事情 徐强竟然不是 婆婆的亲生儿子 而是她偷来的 这些年 徐强的亲生父母 一直在寻找她 苏晴就顺势联系上了那边 通过亲子鉴定 确认了徐强 果然就是他们 要找到的人 拿到离婚证当天 我回到家 婆婆就一直撒泼打滚 赖在我家不肯搬走 我也没有惯着她 正要和她开私的时候 徐强的亲妈冯女士 突然找上门来 我打开门 冯阿姨见到徐强 就激动地将她抱住 二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徐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婆婆看见到冯阿姨 脸当场就失去了血色 我拿出手机点 开了录像 徐强本来就烦着 一把推开了冯阿姨 哪来的疯子 你谁啊 这时 冯阿姨也冷静了下来 擦了擦眼泪 这些年 我们为了找你散尽家财 你父亲更是死不瞑目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把你偷走了 才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 冯阿姨尽情诉说着自己这些年寻子的艰辛和不义 还拿出了亲子鉴定书 徐强脸色变了又变 震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婆婆急忙一把夺过鉴定书 撕得粉碎 反驳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哪来的疯狗 上来就乱咬 冯阿姨见婆婆还想抵赖 竟没有一点悔改之心 这些年积累的恨全部都爆发出来了 王凤 当年我可怜你 被家暴收留你 没想到你恩将仇报 竟然偷走了我的儿子 你这个毒妇 我要报仇 说着不顾一切地扑向婆婆 要和她拼命 婆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徐强这时也明白了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没有上前去帮忙的意思 婆婆被打得支撑不住了 急红了眼大骂徐强 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眼看别人欺负 我也不来帮忙 就算不是我亲生的怎么了 我白养你这么多年 快来救我呀 徐强攥紧了拳头 看了一眼被打的婆婆 经过几番挣扎又松开了 然后才上前拉开冯阿姨 婆婆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 一脸得意道 亲妈又怎么样 生娘不及养娘 亲 我养她了三十年 养育之恩大于天 你最好 婆婆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 徐强的拳头如暴风雨般 落在了她的身上 徐强终于爆发了 歇斯底里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你养了我三十年 又怎样 却毁了我一辈子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全都是你害的 还想让我为你们传宗接代 养老送终 做梦吧 看我今天不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徐强的怒骂声 冯阿姨的哭声不绝于耳 这大概就是重男轻女的恶报吧 害人害己 活该 我把录好的视频传到了网上 有瓜当然大家一起吃 此事一出 经过网上发酵 事情越闹越大 婆婆名誉扫地 公公提出了离婚 婆婆不同意 听说被公公暴揍了一顿后 还是离婚了 徐强竟然舔着脸 回来求复婚 乐乐 我错了 我是畜生 眼看自己的女儿被卖掉 还逼你生二胎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弥补你和彤彤好吗 我真心知道错了 她还没有说完 就被我一阵乱棍赶了出去 恶心的玩意儿 早干嘛去了 她竟然天真的以为 我会放过她 甚至还以为 我会原谅她 太可笑了 她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放过她们母子二人 她们还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呢 徐强亲妈打官司 状告婆婆拐卖罪 婆婆拒不认罪 三十年前的往事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除了受害人 谁又会追究不放呢 可是 还有我在知道彤彤被卖掉的时候 我就发誓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我将这一个多月 所有的证据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 然后递交给公安局 在近乎完美的证据面前 婆婆和徐强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徐强因犯故意杀人罪和拐卖罪被判了死刑 她前妻若权下有之 也可明目了 婆婆犯拐卖罪 故意伤害罪和包庇罪等恕罪并罚 被判了十五年 宣判的那天 徐强痛哭流涕 怪婆婆重男轻女 为了此害了她一辈子 说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提起了上诉 婆婆精神受不住打击 疯了 看到我的时候还不顾一切地要冲上来打我 贱人 都怪你生不出儿子 扫把星 害得我们家破人亡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我叹息 或许在她的世界里 她根本就没有错 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徐家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 哪怕不惜偷别人的儿子来养 真是可怕的封建余孽 她明明也是女人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和父母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后 他们表示理解 尊重我的决定 我天天都陪女儿待在一起 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 我心中的怨恨也被一点点地磨平了 人不能总活在过去 徐强的亲妈找上门来 想看看自己的孙女 我同意了 或不及无辜 我也希望统统多一个爱她的人 在得知徐强还有一个女儿 被前婆婆卖掉后 冯阿姨便又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去寻找亲孙女的漫长道路 我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唯有祝福她一路好运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